到野区看见人 转弯上去直接砍 回头开启大招 往前走两步立马掉头 回头撞 换个圈再撞 后翼没了 被击飞不要慌 往前继续走两步 立马掉头回头砍 普通攻击接上 对面又瞬间没了三人 看见终于继续推 推完了粘制它 就是一个普通攻击 五连爵士 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好我是豆豆 一技能能暴击的冠鱼 你们见过没有 注意这不是觉醒模式 这就是简单的匹配 就在前段时间 体验服修复了 关羽在冲锋状态下 不能暴击的bug 这修复不要紧 修复完后我竟然发现 关羽的一技能 竟然可以暴击了 要知道 我们关羽本来 一技能的杀害就很高 那么你在比赛中出个五技 一技能的杀害 瞬间提升2.5倍 秒个脆皮什么玩意的 根本不在话下 一刀砍分用 那也是平平常常 大家看一下 我在训练营里面的装备 此时双方都是15级 并且都是神装 关掉装备面板 开启大招 进入冲锋状态 一刀直接秒 下后翼这种小脆皮 仅仅一刀 这伤害简直是绝了 这让对面的射手 连一丝丝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一技能的杀害有两层 只要你的一技能能触发暴击 那第一层的伤害就是3655 第二层的是3099 将近7000的伤害啊 朋友们 当然不暴击的话 你砍人还在需要两刀 模拟咱看了 接下来我们实战 这一波我们来到中路支援 看见老牛直接开启大招 撞 撞一个圈 回头继续撞 撞完了回头还撞 直接触发暴击送他回家 接下来继续往中路赶去 此时对面的猪鱼还在塔里面 我们照样可以在塔外面砍到他 一刀直接大半血 不要晃 我们清理这个兵线 跟着我方的兵线 直接越他追他 他三条腿肯定没有我们八条腿跑得快 靠近他一个一技能 直接把他送回家 我想对面的猪鱼肯定很郁闷 走到哪都躲不掉我的追杀 到了中期 我们的伤害就已经起来了 看好对面这一波的李白 他一个惩戒给我捡了素 我画了个圈 再来个普通攻击 他就没了 这伤害简直是没谁了 回到上路 直接又遇到了对面两个人 李白上来直接捡我素 亚瑟给我沉默 还给我举高高 在这种状态下 我放了一个大招 还是冲锋了起来 这下该我表演了 回头一刀 再回头一推 李白没了 亚瑟此时想跑了 晚了回头一批 再来个普通攻击 直接拿下二连击破 来到十几 我已经看到了我秒射手的影子了 这波一下把对面的后裔砍残 再来一个普通攻击 直接拿下 这和真正意义上的秒 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求对面后裔的心理阴影面积 前期我们发育过上 也就有了开头的那一波 我们的关于上去就是砍 这一波是运气与实力的结合 也可以说是对面五个人 倒霉碰见我这个杀神 也可以说是对面的牛魔 玩虎之手 没有击飞我 不过这一波我打得确实漂亮 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发 这是事实 我的等级来到了十四级 野区又碰见了对面的后裔 直接一刀砍上去 还是没有能秒掉 只好再补一刀 此时对面的李白来了 我赶紧进入冲锋状态 回头一刀 李白没了 我就问问这伤害还有谁 王者荣耀中还有谁 能一个技能能秒人的 如果你们能再说一个 我直播倒立吃香 野区又一次偶遇了李白先生 上来就和我撂了一个减速 我想他是害怕了 还换了个圈吓唬我 换完了他就直接跑 我想他是害怕了 没关系 我们绕过这个圈走 很显然他没有往跑得快 冲上去一刀 他又没了 拐个弯我们再回到野区 对面的射手来了 直接砍 冲上去再补一个普通攻击 又给他拿下 那边的牛魔好像是个残血 我们追上去 果然他就是个残血 他回到了塔下 没有关系 直接砍 还冲他撞墙了 再补一个普通攻击 拿下 接下来是对面的周瑜 砍 李白砍 后一砍 再来个普通攻击 周瑜再砍